太阳升上来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金伟点评 我是David 郑金伟 非常高兴一大早在空中 跟大家问声早安 那当然今天金伟点评 我们把目光要拉到新加坡航空展 那实际上在周二的时候 新加坡航空展就开始正式举行 但是一般前三天都是招待厂商跟媒体 大概从这个周五周六开始 就是一般民众可以买票入场参观航空展 当然今年新加坡航空展最大的亮点 就是中国商飞的C919到了新加坡航展 那当然还有商飞的另外一款飞机 大家可能比较没有特别注意到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短程飞机 叫做ARJ21 好那今天的主角就是C919中国大飞机 那当然这个航空展大家知道 这个最重要的科目 就是要这个动态展示跟静态展示 那这个当然这个全世界的媒体 这次去新加坡航展 最重要要报道的一个这个男主角就是C919 因为毕竟来讲这个波音这次连派飞机去都没有 只有静态展示搞了一个777 那个就是譬如说那种那个里面坐舱的位置 给大家体验一下就精神而已 那是静态的 那个飞机展示或者在空中做动态飞行没有 那你也知道波音现在是这个算是麻烦一大堆 那这个乌漏偏逢连夜雨 那当然现在737 MAX这件事情还没了 还没了 那看起来呢 这个当年呢 这个因为空难 两起空难 实际上让那个波音公司摘了一根斗 2018年的印尼 施航 还有2019年呢 这个伊索皮亚航空 那个真的是草菅人命 这个对不对 因为这些 想到就有点生气 真的是为了钱 这个不顾一切 只为了赚钱 好 那当然呢 今天的这个主角就落在C919身上 那我们就不去骂波音了 这个感谢在骂他 实在是真的是草菅人命 那这个C919这次来呢 这个全世界现在各大媒体啊 都用很巨幅的这个篇幅啊 在报道C919啊 比如说有很多媒体讲到中国的这个飞机工业呢 是雄心勃勃啊 那当然也有人甚至形容呢 中国商飞造的不只是一架飞机啊 诸如此类的这个正面报道还不少啊 因为毕竟来讲 现在全世界啊 想造商业大飞机的国家 每个国家都有这愿望啊 都希望我能造商业大飞机啊 就像空吧啊 或者是波音一样 对不对 但实际上难度太大了 难度太大了 各位要知道啊 这个当然是 这个商飞是没有对外宣布过啊 中国官方也没讲 但是有一个这个美国智库啊 这个做了一个调研啊 评估啊 这个中国商飞呢 大概在这个C919研发上面 制造到现在 投了多少钱 490亿美元啊 在研发 到今天C919能够开始商业飞行 这段路啊 走的真的很艰苦啊 对不对 这十来年走过来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 当然到目前为止 这个商飞虽然这一次呢 C919飞到了上海 参加航展啊 也拿到了一些订单啊 这个西藏航空啊 40架啊 那另外有这个叫河南 这个航发啊 也订了6架 但毕竟啊 那个是国内的公司嘛 但国际上现在还没有 因为最重要还没拿到 美国跟欧盟的这个四航证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美国这个联邦航空管理局啊 FAA啊 这个基本上 你如果这个飞机啊 要卖到美国市场啊 或是其他西方市场 一般呢 很多国家说 至少你这个飞机 拿到了美国FAA的四航证 那我买起来 也比较安心嘛 安心啊 那当然其实这个FAA 这个美国联邦 这个航空管理局啊 这个是不是 真的很公正啊 这个其实大家最近 才发现有争议啊 因为呢 波音在坐飞机的时候啊 基本上已经是自我审查 FAA呢 是不去审的 都是波音自己 安检什么什么过了 这飞机就放飞了啊 那现在出事的时候呢 这个FAA 听说要把这个监管权啊 要拿回来啊 这个波音不答应啊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球员兼裁判的时候呢 这个不公正啊 这个不公正啊 所以将来啊 C919要拿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的这个认证啊 这个路途啊 是是满艰辛的啊 满漫长的 但是这个这个还是有机会嘛 还是有机会啊 好那我们回头讲回头 一讲到波音就就就带气啊 我们回头讲这个919 这个心情好一点啊 那当然今年是2024年啊 这个C919呢 很多人在看的时候呢 是一半看笑话啊 一半呢 是看真情啊 那这个实力呢 现在大家还存疑啊 认为呢 这个中国商飞呢 做的C919 基本上啊 这个有些媒体 当然比较尖酸刻薄啊 说呢是杂牌军啊 是这个大杂会啊 把这个很多东西啊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是加拿大 那个是美国 这个是法国 什么什么 中国只是把它凑在一起 做成一个组合啊 成一架中国的飞机啊 当然呢 实际上这个现阶段呢 在大飞机发展的过程中啊 中国并没有办法 一夜之间啊 这个整个航空工业啊 全部起飞嘛 对不对 发动机自己来啊 这个什么 这个电控的啦 飞控的啦 到所有的这个起落架啊 什么 全部都自己来啊 这个当然呢 这个在慢慢 引进技术的时候呢 中国也在努力 提升自己的航空工业啊 那当然呢 这个你回头 做一个例子来看 在这个波音啊 百年公司 那不用说了 对不对 人家现在 在这个全世界啊 在商业飞机方面呢 他的还是第一嘛 那虽然最近在中国销售很烂啊 这个中国基本上 最近都不买波音飞机 对不对 这个因为中美关系 这个政治因素啊 这个中国呢 这个最近比较青睐空八啊 好 那这个波音啊 这个一路以来称霸嘛 那尤其在二战的时候呢 做的轰炸机啊 非常成功 接到二战之后呢 这个进入这个 所谓七系列家族啊 什么七七七零七七二七七三七七四七 七五七七六七七八七 这么一路来了啊 这个非常成功啊 但是啊 这个欧洲啊 就看到 这个美国的航空工业啊 在二战之后的发展 非常的快速 那欧洲就想开始发展 航空工业 英国 法国 这么当初啊 他们都自己 在造飞机都自己造 尤其英国 有那个Roxfoy发动机公司 这个等于算是 基本上他就有这优势 加上二战的时候 他也做过轰炸机 也做过战斗机 喷火式战斗机 就是英国做的 接着英国的客机 后来发生一堆问题 各种表现 让英国 就是始终打不进国际市场 那欧洲国家也觉得 这个已经二战都结束那么久了 对不对 这个到了60年代的时候 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研究 干脆大家合伙 拉了英国 法国跟当时的叫西德 所以我们来搞一个 这个三国合作来坐大飞机 那大飞机呢 叫做空中巴士工业 这个等于集团 他那时候还不能叫一个公司 是三国的力量 你做这个 我做那个 我们合资 对不对 出钱 那当时西德出25% 那剩下的呢 法国37.5% 那另外呢 英国37.5% 因为那时候德国 那个不能让他太大股东嘛 英国跟法国在二战之后 在欧洲 还是主导那种 这个地缘政治上的主导 好 那三方就合作就开始要造大飞机啊 那英国人啊 当然造过飞机嘛 就说啊 要拥有咱们英国的发动机 英国的那种机型什么 在这个上面去发展 那法国人就不答应你知道 法国人觉得说啊 那个你已经失败案例 对不对 那咱们不能这样硬搞 咱们一定要另起炉灶 全部重新设计 新的发动机 新的机身 什么都要新的 这样我们才有竞争力 才能打进市场 你才能跟波音 在市场上去PK嘛 对不对 那当然呢 这个矛盾呢 很快 在1967年呢 当时合作 对不对 1969年英国人就闹掰了 英国人退出 不玩了 对不对 Roxeroy的发动机也退出啊 这下傻了 法国人跟德国人觉得说 咱们都已经走了这一步 要不要做下去 那德国人跟法国人说 那这个初衷不没变嘛 虽然英国人呢 退群了 咱们只能硬着头皮干啊 好 所以从1967年呢 到1978年 满长一段时间啊 你可以形容啊 德西德跟法国啊 在坐飞机上面叫做 惨弹经营啊 对不对 第一 资金少了一块嘛 少了这将近这个 37.5% 后来两边就认了 把这股份给顶了啊 那第二 在技术上啊 这个发动机啊 什么关键技术啊 突破不了 啊 那个你想想看 从1967年 凹到1978年啊 将近十来年的时间啊 叫惨弹经营啊 这飞机照不出来 那只能在那里啊 弄了半天 好不容易啊 凹到 那时候在1978年的时候呢 大概有一个机型出来了 叫A300啊 A300啊 就是这个三 三系列家族出来了 但这个飞机啊 这个拿到市场上 人家评估啊 这个 没人下单啊 没人下单啊 那他们说 后来说好吧 咱们啊 至少 这个最后好不容易啊 死推销 活推销啊 卖了八架 哎 搞了十来年 只有八架飞机订单啊 现在C919是1200架订单啊 在等他照啊 对不对 这个真金白银的事啊 好 那人家这个空八 不死心啊 到了1978年到1980年当中呢 他就在这个300家族当中啊 就做了这个300啊 各种型号啊 但是呢 在市场上 还是因为做不出大的发动机 这块短板 因为你飞机啊 跟发动机是息息相关嘛 发动机要够力 你这个飞机就好做啊 不然你的飞机怎么设计啊 就做不大 飞不远 又好游什么 反正这飞机就是没有竞争力啊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从1985到这个1990啊 这个之后呢 这个慢慢开始突破 因为从1978到1980期间啊 实际上是 正在冲锋限制啊 那个在80年代还在冲锋限制 很苦啊 那时候空吧 还没什么 没什么这个市场上 没人理啊 没人理啊 到80年 还没人理啊 后来从这个85年啊 到90年 慢慢开始啊 这个机型多元化 法国人就发现啊 这个 这个坐飞机啊 你不能这个所谓的就是 一定要客制化 客人呢 譬如说货机 或者是他的在这个载客量上面 飞机要长一点啊 再放多点椅子 或者是这个机舱的门 要能够放那种 所谓的现在的就是典型的 这种啊 大家看那个每次飞机 我们的行李 不是要上飞机 都放在一个旅箱里吗 那个当时是一个 还没有被确定 百分之百的国际规格 但当时空吧就说 我的飞机设计啊 我的下舱 就是刚好可以塞满那些 箱子啊 这个以前的那个下面啊 就是开放式啊 那个行李就往里头丢啊 对不对 那个工作人员就落起来 落起来落起来 插飞机之后就丢丢丢丢出去 但是慢嘛 所以空吧就说 我们一定要走到这种 所谓从散装走到集装 就像那个货轮一样 货轮以前都散装货轮了 后来发明那个集装箱之后呢 这个颠覆了这个整个海运嘛 空运也是那个概念 那当时英国都不接受啊 很多国家不接受 但空吧说我一定要这样做 那我的客人 航空公司买了我的飞机 有效率啊 他就会买啊 这是竞争啊 这个对不对 小地方提升竞争 我的机舱门的设计 完全都符合 这种所谓空中集装箱 好了 那这是一个项目 那时候正在那个多元化努力 后来好不容易啊 到了1990年的时候 到1999年啊 开始呢 这个逐渐壮大啊 这个这个大概在2000年之前啊 这个空吧的飞机啊 还真的只是慢慢慢慢啊 当然这个欧洲市场 大家先捧场嘛 买嘛 因为你自己做啊 德国法国啊什么 开始慢慢推慢慢推 那时候还不能跟波音啊 平分秋色啊 各位想想看 在那个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后 啊 大概在90年代 在中国天空飞的这个商业客机啊 波音的天下 那个757啊 当时啊 中国买了很多啊 在那个90年代啊 在空中的 在中国的空中啊 飞 那757如果你忘记长什么样子啊 你想一想看啊 前一阵子如果你有看过 那个特朗普 有一架私人飞机 那就是757啊 757 长长的 他比一般 感觉比一般737 再长一点啊 好 有点 我感觉有点像个雪茄烟一样 那种感觉啊 好 那回头就要讲 到了这个大概2000年之后啊 这个空吧终于凹出来了 这个黄金时代来临了 因为空吧当时飞机设计的时候啊 他用了很多先进的 这个理念啊 比如说这个啊 以前是限控 他就要现在非限控啊 那更不要说我刚刚讲的啊 这个整个行李啊 那种空中集装箱的概念 那很多 他都在提升 那这个 这个市场上啊 航空公司就慢慢在接受他啊 那大概简单的讲了 2000年之后呢 空吧才真的 就是变成一家 这个正式的公司 那法国跟德国啊 就说干脆咱们啊 就就把这变成一家商业公司 因为以前的不是商业公司啊 这个各方意见 还要协调开会 浪费时间 以后变成一家公司 怎么样怎么样 好 那2000年之后呢 这个空吧就开始啊 慢慢跟波音啊 平分天下啊 所以当年啊 这个空吧为了进中国 卖这个A320啊 当时中国说 我跟你买可以 但是呢 这些飞机的部分啊 要在中国制造 甚至在后期 要在中国组装 人家空吧说没问题啊 为了要做生意 我愿意 对不对 波音就比较小气点嘛 对不对 到后来才有 前面都没啊 所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空课呢 从1967年一直凹到2000年啊 终于终于啊 才能够进入黄金时代 为什么要讲这段故事呢 实际上就是各位试想一下 今年是2024年 如果到了2044年啊 新加坡航载的时候 中国商飞的C919 929 939 949 可能都停在这个展场上啊 那种感觉想的都让我热血沸腾啊 热血沸腾啊 对不对 因为毕竟来讲 就像当年的中国高铁 很多人在2004年的时候呢 中国说我要坐高铁 当然呢 那时候当然还是 刚开始有日本 德国的技术啊 这个中国开始坐高铁的时候 招标是跟他们标的啊 希望这些国家来这个帮助 中国建高铁啊 那当然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是一个笑话 中国坐高铁 那当然就是一定要靠我们日本人 或德国人啊 对不对 中国怎么会坐高铁啊 虽然呢 当时呢 更早的时候 邓小平说我们要有高铁嘛 但是这个想跟实现有距离啊 那当然呢 这个中国到今天 各位看看 中国的高铁 那何止 对不对 这个现在还要依赖德国日本啊 完全是中国自己造 还可以出口到印尼亚万高铁 这个高铁这个概念就是 当时如果我们认为 中国自己做不出来了 我们就放弃自己去努力研发 怎么样啊 技术转移啊什么 这个都放弃的话 中国到今天 可能啊 也就一条高铁 从北京啊 到广州 大概就这样了 照不下去了 但是中国很清楚啊 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呢 基础建设至关重要 没有基础建设 你不要谈经济发展 这个真的是这样吗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要要这个什么 要富裕啊 先造路啊 要发财你要先造路 所以高速公路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加快了整个中国经济运转的速度啊 那再来高铁 又加快了运转速度 现在还不够快啊 对不对 就像你老板啊 有个老板 如果见你是老板 你要去开会 你从北京要到广州 那你一定问你秘书嘛 什么方法最快 那秘书说老板 坐飞机最快啊 对不对 那你就要看有没有飞机去啊 所以中国现在发展啊 已经从公路 铁路到航空了 中国经济如果再要突破 航空工业 航空航班 是关键 中国现在航班很密集啊 在天空满天飞啊 那么多航班不停的飞 但都什么都外国飞机 居多了 对不对 中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没有啊 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能够买这些飞机 但是都是买外国飞机 今天中美关系的紧张 实际上在未来来讲呢 这种什么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概念 已经没了啦 对不对 因为在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当中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你每个人大家分工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中国做这些零件 然后组装之后 可能是美国的飞机或这个的东西啊 但是呢 现在美国不断的 这种保护主义抬头啊 从什么芯片啊 到什么电动汽车啊 飞机将来有一天啊 美国政府可能下一个令 不准卖飞机啊 给中国了 那中国的整个航空工业怎么办 没有飞机飞啊 对不对 有人说买空吧 这些也可能受影响 因为欧洲毕竟来讲 你怎么想欧洲 它还是比较靠近美国嘛 对不对 跟中国之间啊 虽然短期啊 它可能跟中国因为有商业利益 但在地缘政治发展的历史背景上 欧美还是一挂嘛 他们不可能 这个这个气美头中啊 这个概率啊 当然比较低啊 但是也看得出来 中国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准备 就是我们自己啊 也能够造大飞机 这个大飞机的概念啊 不是说让中国的乘客啊 大家坐飞机啊 都坐自己国产 感觉到高兴而已啊 自豪啊 更重要航空工业提升起来啦 各位试想一下 商飞现在有1200架飞机订单 现在商飞只要做一件事情 对不对 是他的最重要的 招聘人才啊 对不对 你要开生产线 这1200架你不能慢慢等啊 什么交货是15年后我交货给你啊 这一定要开生产线 对不对 要什么 要人 要很多人投入航空工业啊 开始造这1200架飞机 在这个造的过程中呢 中国自己也不断的研发嘛 可能改天呢 就像现在正在研发 长江1000发动机 可能在后面的这个 做到第三百架的时候 飞机上面用的发动机 就是中国长江1000啊 对不对 什么长江2000啊 就来了 就上啊 就上去了 对不对 那这个飞控系统 起落架系统 什么什么系统 这个都慢慢的 国产化 这个是指日可待 所以我说为什么20年后 2044年的新加坡 航展上面 会出现这一系列 为什么 因为中国已经可以啊 自己开始造大飞机了 919 那就像当年的300系列嘛 对不对 这个空八的300系列 现在多少 这个A 什么320 340 什么这个350 都出来了 这系列都有啊 对不对 后面一定会一系列 因为中国还需要 那种真的是 所谓这个双通 双通道的大飞机啊 因为现在C919是单通道 那将来希望还有双通道 这个能不能实现 当然能实现时间 对不对 人家都凹了 你看从这个33年啊 这个空八 从开始到黄金时代啊 黄金时代就2000 2000年20年前的时候啊 人家是之前凹了30 将近33年啊 凹出来的啊 任何事情啊 都没有一夜之间 都成功的 就像练武术嘛 对不对 你要变成武林盟主 那你一定要在家里蹲马步嘛 先蹲个三年 比如三年五年了 对不对 那你开始慢慢才开始练功夫啊 这个将来有一天你才能够 这个扬名立万 当武林盟主吧 那飞机也是一样 骑不来啊 大家但是也别气馁啊 什么别人现在外面的负面暴躁 你不要一听觉得哎呀完了 中国就要做不出来做不出来 对不对 你想想高铁 想想空八之后 信心就有了 对不对 那个热血就沸腾了 这真的是这样 这不是话大饼啊 因为呢 这个有事实证明嘛 高铁就是个例子啊 在中国上面应该算是 中国制造的奇迹 那大飞机也是一个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这个东西啊 当然前一阵子曾经因为 中国制造2025啊 这个遭到美国啊 这方面的一些打压啊 什么这个啊 但是呢 中国制造这个东西啊 不会变 虽然没有中国制造2025 但是中国制造这个东西啊 这个产品啊 将来是在全世界 就像那个你 这个炒菜锅 要买德国货 一样的道理啊 这个就是 就是 它就是个口碑 你不管什么牌子 找中国制就是好 对不对 至少现在啊 这个很多人都肯定啊 对不对 尤其是那个运动鞋啊 我深有感受 中国制造的运动鞋 穿在脚上 跟那个越南的 跟那个什么老挝的 那差太多了啦 差太多了 真的是啊 这个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中国制造呢 它一个一个起来 在每一个行业当中 有一个所谓的灯塔工厂 慢慢的中国的航空工业 起来之后 那各位也就能够啊 真的感觉到 这个国力的上升了嘛 因为你这个航空工业上之后 带动了多少产业 多少的那种相关工业 全部带起来了 这个就是产业转型了 那以后呢 这个运动鞋 可能真的要买到 中国制造也可能有啦 但是很贵了啊 可能甚至这个20年后呢 你已经买不到 中国制造的运动鞋了啊 所以现在呢 能买到的时候 都买一点 中国制造的运动鞋 我现在买运动鞋 一定都要看哪里做的 要是不是中国做的 我基本上呢 这不太考虑啊 因为呢 我的经验还是不好穿 中国制造的才好穿 我们也希望呢 大家一起加油 让中国制造在全世界 变成一个啊 这个品牌 变成一个名片 那今天非常感恩 各位的支持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转眼啊 俄乌冲突啊 就要两周年了 到24号 当然呢 在周五的时候 虽然呢 这个即将来到的前夕啊 我还是希望能谈一谈啊 在整个现在欧洲的局势 在2024年会如何发展 泽连世纪 什么时候下台 俄乌谈判 什么时候开始 欢迎收听 收看明天的经文点评哦 那我们就明天 准时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